今天是常年期第23主日 在今天的圣道礼仪 我们来分享厄子可儿先知书 关于天主招教厄子可儿 向天主的孙明派遣他 充当一个经纬 充当一个哨别 来向天主的孙明 传达天主的信息 这个信息所涉及的就是 罪人应该从反罪的道路上 密途知返 方能够得救 提到哨别 我们知道这叫斩钢仿烧的 既然天主照算 这是提现出了限制 并不是自暴反涌 而是被天主特别招教的 去充当哨兵的职责 哨兵他们就是站在撩网台上 去站钢仿烧 发现有危险 发现有低情 好能够发出这样的讯号 让众人开到这样的讯号以后呢 能够马上的作出辉影 你比如说过去的 扔兵起世代 我们如果要是有时间也好 你开着汽车 去北京的时候 沿途能够看到 粉火台 你从 信河那会儿 往张家口 完全 山头上都有 封火台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但是过去呢 这个封火台 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叫 浪烟四起 说浪烟 什么叫浪烟呢 古书当中 我们记载说是 浪烟就是在 凤火台上 电燃那个浪粪 浪的粪便所 发出来的烟是黑色的 并且 粪不能够吹动它 其实这些呢 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如果一个凤火台 那不用说多了 一个凤火台 一次你说是用上二斤 浪粪 那么凤火的信息呢 一夜之间要 泡遍千里 一般的二十公里 或者十公里 都有一个凤火台 那么这千里 要求的都是 二百多斤浪粪 那都需要多少呢 所以浪烟的真正结实 也是告诉我们 在国区 骇人 给予 匈奴 吐鲁反 或者是说 蒙古族的这些人 他们自己 属于幽牧民族 他们的生活呢 是没有包装的 没有吞积的 所以他们 缺一烧食的时候 就会侵扰这些 以弄天为诸 有吞积的地方 所以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不管说是 蒙古族的 或者是说 新疆的 他们这些呢 他们在 敬礼的时候呢 他们是 以浪为图腾 敬他们自己的身 是 以浪为图腾 骇人国区 捏食这些 掠夺他们 采材的这些匈奴呢 把他们称为 说是 狼队 说是 狼的队伍来 甚至我们 听过评述 赛天方的评述 离别给我们说 称呼 他们的主人呢 为狼主 其实 这就是说 狼也 是传递着 一个信号 告诉 口内的这些人 加枪方范 由来枪截了 给我们一个 这样的讯号 那么人们呢 马上 不管套到 塞中 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不管把自己的 储存的粮食 出藏起来 好能够做一个 保护 所以 耶稣 不是 俄资格尔 限制书上 天主 建算 限制 其充当 哨饼 充当 敬畏 就是要给 以色列 资民 充当 传递 信息的 吹起 喇叭的 使者 吹喇叭呢 很鲜然的 现在都已经 专用了 说是 乐器 但是 国曲 也是一个 法乡的 能够 引起 众人主义的 当吹起 号召的时候 为的是 让人呢 能够 都听得到 如果在 山区的人呢 他们 传递 信息的时候 他们叫 憨善 站在 这个 山头 以憨呢 能够 传递 五里 十里 之远 告诉 对面 山头 另外一个人 也都开始 那是 山区的 被称为 是憨善 所以 我们今天 看到了 俄泽 可尔 现在所 充当的 角色 就是要 向 天主的 酸民 传递着 天主的 信息 来 惊戒 这些 恶人 如果 这些 恶人 他们 听了 他们 悔改了 他们 便能够 赚得 他们 如果 他们 听了 他们 仍然 执迷不悟 那么 天主 也不会 向这些 哨兵 向这些 经纬呢 去 掏药 这些 犯罪 的人的 血债 所以 在今天的 读情当中 我们 仔细 看到 天主 的 限制 是要 向 天主 的 孙明 传递 的 信息 天主 多次的 排天 限制 来 传递着 这样的 信息 可是 以色列 资民 他们 真的 执迷不悟 才 导致了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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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 灾 灾 同样 作为我们 每个基督徒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来到这里 参与弥撒 我们参与弥撒 难道这是为了 满足一下我们心灵的空虚吗 不是的 吃饭是为了冲击 让我们自己感觉到不饿 而我们来到教堂里边聆听了天主的圣言 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喜乐 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算是我们自己得到了灵性的食物 我们这被称为是一个教会 我们这地方还真的能够称为是一个教会 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围绕在基督的参专哪里 分享天主生命的教会吗 如果我们这是一个教会 我们先应该彼此的相亲相爱 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争执 有矛盾 有挑剔 有先期 有不牧 那么我们亡为教会的成员 这个教会是需要我们用爱来连接起来的 是需要我们中天主的资民 互相帮衬 现在这个词会呢 叫收望相助 收着自己呢 还得观望着 旁人 有需要的时候呢 还要互相的去帮衬着 那么我们现在物质方面 是不需要这么帮助的 更主要的都是 灵魂方面的 精神方面的空虚 所以作为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面对这个世代 认识这个世代吗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这个世代 那么我们会警醒祈祷 会时时刻刻准备 会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有我们的兄弟姊妹 他们仍然还站在 无形的队伍当中 无形也就是我们 这个人口超级大国 信教人群才有多少人呢 难道身边没有我们自己的闺蜜 没有我们自己的同事 没有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 他们现在不信 将来会到哪里去呢 如果我们自己真的 使他们为兄弟姊妹 使他们为我们的家人 那么我们就应该行动起来 我们爱的行动 不光是靠着抠中的宣讲 还要靠着我们自己爱的福 以影响周围的人 让周围的人去找到我们 人获着的真正价值 跟真正意义 所以 在网络里边我看到的 把这个哨饼 逼做什么呢 逼做是 气象态的播音源 气象态的播音源 像我们所传递的 这些气候 不管阴天也好 下雨也好 现在的人 有几个人去关心阴天下雨呢 没有多少的人 关心阴天下雨 那么这个播报源 不管自己 播报出来的这些信息 这些听众厌烦了 反感了 或者是说 不关心 他必须去 播报这样的信息 如果他播报了 最近有 枪台风 或者是说 有暴雨 逐一翻红 那么我们自己不停 将来受了灾难 是我们自己的 咎由自取 如果我们自己 听到了 播报的那些气候 我们自己做了准备 那么不得我们自己 包圈了 那么播音乐呢 也达到了他自己的效果 同样 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 你看千良姐刚发的 练须枪降雨 乌烏远的地方呢 下冰包 下笼子 甚至 从记忆来说 都说 现在祸着的人的记忆来说 最严重的一次 所以为什么现在气候 这么样的翻唱呢 就连近年我们每个人 感觉到没有感觉到 练续的降雨 在我们北方是属于干旱地区的 为什么要练续降雨呢 这是一个好的讯号 还是一个坏的讯号呢 我也多次地向教友们 提了醒 现在的天气 冬天不像冬天了 夏天不像夏天 看得到了夏天 马上来冷空气了 下冷的了 所以 我们每个人 为什么不去 去分析分析 去了解了解 现在气候变化的 这种极举性能 当神父刚刚来到这地方 九几年的时候 我在四字王去穿教呢 需要穿着 皮袄 军毒皮鞋 勾皮帽子 那个布景里边呢 几乎震的就光露着两个眼睛 冬天的时候 现在你要穿上这个呢 能到了南极北极 震的 在达茂期的时候 神父也震的经验过 喝醉酒了汤的外边 十一点钟的时候 救回了把耳朵丢了 因为天气特别的寒冷 现在呢 有一次从四字王去 往大茂走 走到板路的时候 车坏了 就步行了三里多地 步行了三里多地 进到家里边了 家里边暖火 刚从外边出来的 到家里边暖火 换过来以后 那个耳朵 那个耳朵吹的 就跟那个吹气的泡一样 擦都起来了 一个灵度 看看过去的气候 现在呢 所以我们每个教友 这些并不是一个好的选号 我们知道这是生态不平衡的 那么我们仔细 也知道了 这个世界不会纠存 说世界还约了一点 说我们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 哪一天是我们呢 什么时候给我们念望着 敬问 念着我们的名字呢 所以我们自己应该检现 应该悔改 应该接着圣道利益的分享 让我们得到了圣言的训会 感觉到我自己 得到了灵性的适量 找到了力量 找到了我生活的喜乐 因为我与耶稣相遇在一起了 耶稣把真正的信仰之内的平安 给予我们了 真的让我们每个脚有惊吓心了 好